近日多家媒体报道 俄罗斯的远程战略轰炸机项目 PAKDA的原型机接近完工 据媒体估计 这架飞机将取代俄罗斯 目前的主力战略轰炸机 图95和图160 与此同时 这架飞机将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第二个 拥有隐身战略轰炸机的国家 说到隐身飞机 大家首先想到的 无外乎是美国的B-2幽灵轰炸机 冷战末期出现的幽灵轰炸机 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世界格局 凭借B-2的超低雷达可探测性 美国空军确立了世界霸主的地位 而苏联那边还没等发展出自己的隐身飞机 就迅速走向解体 时至今日 美国的第二代隐身战略轰炸机B-21 突袭者早已首飞 而俄罗斯的第一代隐身轰炸机PAKDA项目 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却总也看不到鲁山真面目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架神秘的PAKDA到底是何方神圣 PAKDA代号为信使 由图伯列夫公司为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部队研制 听到这个名字 大家可能会立刻联想到孕育了苏武器的PAKFA项目 没错 这两个PAK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 都是未来航空复合体 或者未来航空系统的意思 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苏武器的FA代表着前线航空兵 而我们今天要探讨的PAKDA中的DA则代表着远程航空兵 基如其名 PAKDA是图伯列夫为俄罗斯空天军的远程航空兵 也就是轰炸部队研发的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实际上为俄罗斯更换远程战略轰炸机的构想 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 但是直到2007年 俄罗斯空军才向图伯列夫设计局提交了新型战略轰炸机的技术和战术要求 为什么拖了10年呢 答案很简单 没钱 自从1991年的圣诞节 苏联过期从克里姆林宫的尖顶上降下 俄罗斯经济就在休克中陷入了停滞 甚至是负增长 直到21世纪 俄罗斯的GDP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 而且随着冷战结束 全球范围内的大裁军也让开发先进武器 尤其是战略武器的计划持续延后 两方因素共同导致了PAKDA计划立项以后 往往是隔几年才有一点动静 闹几个新闻出来 而且总是雷声大 雨一点小 尽管俄罗斯的空军新闻发言人 往往会把PAKDA的各项性能吹得天花乱追 但问题是 不要说PAKDA的时机 就连模型都难见其踪影 我们大致来语一下 PAKDA开发的时间线 大家就会明白 这架轰炸机的开发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007年 PAKDA立项 第二年的2008年 俄罗斯开始向这个项目注资 再有县城设计方案参考 也就是说 可以直接照抄B2的情况下 图伯列夫用了整整五年 才于2013年宣布 PAKDA选择了强调机体的隐身型的 亚因素飞翼设计 2014年4月 有新闻称 图伯列夫完成了原型设计 并在喀山的KAPO工厂建造了原型机 但在2017年的一篇报道中 俄罗斯国防消息人士却声称 图伯列夫为PAKDA项目 制造了一个10比1比例的风洞模型 和一个全尺寸的木质模型 不难看出 这两个消息 要么第一个是假的 要么两个都是假的 到了2018年 时任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 阿列克歇 克里沃鲁奇科 参观了图伯列夫的 喀山航空工厂 他对记者表示 PAKDA的开发工作 正在按计划进行 请注意 根据俄罗斯的计划 PAKDA项目 应该在2015年到2017年之间首飞 但直到2018年 不论是官方渠道 还是小道消息 我们都没有看到 任何有关PAKDA是非的消息 当然了 如果说风洞首飞 也算是首飞的话 那PAKDA可能确实飞了 根据俄罗斯中央空气流体动力学研究院的照片 当年确实有两个看上去 像是非翼式轰炸机的模型 参加了风洞测试 但从这两个模型的引擎布局 就可以看出 这两架飞机和隐身 根本就不沾边 2022年3月 图伯列夫发布了一项飞机发动机 进气口专利 图例中画出的明显是一架 类似于B2的非翼轰炸机 同年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已经开始在图伯列夫的喀山工厂 建造一个专门用于开发和测试PKDA的设施 看到这个时间线 熟悉近20年历史的朋友 或许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每一个PKDA的重大项目进展 都和俄罗斯对外冲突的时间点 有着高度的重合 2008年 PKDA注资 同年俄罗斯入侵格鲁吉亚 2014年3月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4月 图伯列夫完成了PKDA的原型设计 2018年 俄乌冲突升级 克斥海峡冲突爆发 当年10月 俄罗斯国家采购网宣布 PKDA战略轰炸机 实验设计工作招标开始 2022年 俄罗斯陷入和乌克兰的全面战争 几乎同时 图伯列夫公布了PKDA的专利 和发动机信息 把这些信息联系起来之后 我们可以大胆猜测 所谓的PKDA的项目进展 在很大程度上 是俄罗斯军工业 给普京政府花的饼 正因如此 我们很难不产生疑问 PKDA的项目进展 到底掺了多少税分 根据目前的信息 PKDA起飞重量为145吨 载弹量达到了30吨 可以装载包括核弹在内的各式炸弹 还可以挂载多种空射巡航导弹 执行防区外打击 例如KH47M2 必须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在2023年 刚刚亮相的KHBD巡航导弹 PAKDA配备了先进的电子战系统 足以扰乱地面和空中的警戒雷达 最离谱的是 一些消息还声称 这架隐形战略轰炸机 将配备激光武器 能够在数十公里外 直接击落前来拦截的战斗机 与此同时 PKDA的航程达到了12000公里 可以在空中停留超过30个小时 考虑到飞翼结构产生的阻力问题 PKDA很可能只能进行亚音速巡航 以兼顾航程和载弹量 当然 对于隐身轰炸机来说 亚音速并不是问题 美国的B2U0轰炸机 同样是亚音速特化的机型 能够威慑全球数十年 从纸面数据来看 俄罗斯正在开发的 PKDA的各项数据 都要略强于B2 但考虑到B2已经是 上个世纪的轰炸机 PKDA即使是从纸面上来看 也显得有些保守了 并不符合俄罗斯 军火工业一贯的豪放风格 而且目前网上的许多信息 其实是自相矛盾的 例如 许多媒体报道称 PKDA的发动机 使用了NK3202 这是一款推力 为24吨的加力发动机 和图160M2上的是同款 但是作为隐身亚因素 轰炸机的PKDA 实际上并不需要加力 速度提升不了多少不说 还会严重影响 飞机的隐身性能 2023年底 塔斯社曾透露 PKDA将于2025年首飞 但从我们上面分析 可以看出 毫无疑问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俄罗斯的这款PKDA 目前仍然处于 进化水域的状态 可以认为 至少在近十年里 都不太可能形成战斗力 那么到底是什么阻止了 俄罗斯发展PKDA呢 从图伯列夫工厂 近些年的动态 我们或许可以 一窥究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图伯列夫 可以说是苏联最强的 大型飞机设计生产制造商 他们生产的 图22 图95 以及图160 战略轰炸机 直到今天 仍然是俄罗斯 空天军的主力 然而这些飞机 其实都是苏联时期的遗产 最年轻最先进的图160 是1984年首次开始生产的 而图95则是1956年偷产 距今已经接近70年 以图160为例 1989年首次公开亮相 首批控生产了35架 随之而来的苏联解体 导致其中的19架 都归属了新生的乌克兰军队 俄罗斯联邦 不得不和乌克兰谈判 购买乌克兰的图160 然而刚刚从苏联解体的冲击中 缓过来的俄罗斯政府发现 图伯列夫工厂已经失去了新建图160的能力 甚至连维护现有的图160 都是一个需要钻研和公关的课题 正言如此 设计制造水平大幅下滑的图伯列夫 不得不从头学起 一边从老旧的图160里东平西凑 另一边深挖苏联时期的技术资料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才终于在2017年 恢复了图160的生产 这一点从当年俄罗斯 红星电视台的报道 可以得到印证 据当时主管俄罗斯军工业的副总理 德米特里·罗格金城 这架未完成组装的新图160 标志了俄罗斯电子束焊机 以及钛合金加工技术的恢复 直到2022年1月12日 也就是俄乌战争爆发前一个月 图伯列夫才拿出了一架图160 进行了低空试飞 两年后的2024年 四架新生产的图160M 终于完成了交付 而距离这批图160开始建造 已经过去了16年的时间 通过以上的分析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俄罗斯的航空工业 虽然正在逐步复苏 但绝不可能在几年之内 就回到冷战时期的巅峰水平 此外 随着俄乌战争的升级 目前俄罗斯有限的战争资源 不太可能投入到 遥遥无期的PKDA项目中 忙于维护和修理现有 轰炸机的图伯列夫工厂 也不太可能有额外的研发 和生产能力 推进PKDA的开发 此外 俄罗斯所声称的 用PKDA取代图95和图160的目标 也并不现实 不论是运营成本 还是建造成本 图95都要便宜得多 正如同美国空军的B-5R 仍然在服役 并且将继续服役下去一样 在全世界范围内 仍然没有哪个所谓的先进战机 能够替代这些 冷战时期的老古董 正也如此 在俄罗斯更新战略轰炸机的愿望 并不强烈 实际的生产开发能力 也达不到的情况下 全新的PKDA 自然也就成了 最好的梦幻抛影 可以想见 在未来的十年里 这架俄罗斯的隐身轰炸机 将继续隐身下去